感谢朋友们来到局面谈心 前几期分享了新加坡的公积金的退休计划 有朋友们留言说 能不能说一说公积金以外的退休计划和产品呢 商业的退休保险年金和公积金比起来怎么样 一定是新加坡公民P2才能在新加坡做退休计划吗 外国人可以吗 那如果外国人可以的话 必须要入境新加坡才能做吗 最完美的退休计划究竟是什么 今天一一给大家解答 现在我们觉得拿退休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其实退休金制度的历史 就是从一百多年前左右开始的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凡是稍微靠谱的国家 都会给国民提供一个退休计划 通常不止一个计划 在新加坡呢 基本的退休计划是CPF Life 公积金终身入戏计划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终身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基本 终身公积金计划的优点是 它可以终身领取年金 基本的意思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凡是给全民的退休金都不会太高 新加坡公积金每月最高的退休年金选项 2022年是每个月2200新币左右 这个对于基本的生活是足够了 但是对于想要过更好品质的退休生活呢 那可能需要准备更多的储备了 如果有能力和有时间去积累的话 是可以实现这个梦想的 我们看一下退休之后的时间线 新加坡的公积金退休金的领取的年限是从65岁开始 目前新加坡平均人均寿命接近85岁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会活多过85岁 一半的人会少过85岁 但不管能活到多大年纪 公积金的终身入戏计划 是一直能够每月支付退休金直到中老的 那公积金最基本的退休金够不够呢 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差别还是挺多的 对于中高收入呢 这还可以做一个SRS计划 这个呢叫做退休辅助计划 是一个公积金退休计划之外的辅助计划 SRS有点像美国的401K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既可以减免税 又可以为退休做准备 一举两得 从62岁开始就可以从SRS账户中领取年金了 而且啊连续可以提取10年 公积金退休金从65岁开始提取 SRS可以从62岁开始提取 之后呢可能要增加到63岁开始 那它比公积金早了两三年 我们再来看这条时间线 如果叠加了SRS退休金收入 在65岁到72岁之间 很显然是可以领取的钱是比较多的 而到72岁之后领取的钱比较少 这样的设置呢 其实也合乎常理 因为通常刚退休的时候 人们的身体都比较健壮 这个阶段呢可能要出去到处游山玩水 或者啊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需要用到的钱也比较多 之后随着身体渐渐衰老 越来越不想动了 这时候呢需要的钱也相对比较少了 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在生病住院时不需要自己承担大额的医疗费用 除了公积金和SRS 在新加坡还有商业保险的退休年金计划 在配置保险年金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 就是退休啊是一个确定性的目标 不像没有一个特定目标的理财 我们追求的只是一个收益 而退休呢是一个确定性的目标 是不可以有差错的 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领到钱 不能说随便买个股票 靠拿股息来退休那风险就太大了 如果股票大跌股息也大跌的话 那怎么办呢 不能说投资赔了就不退休了 有了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怎么做 传统上保险公司的年金险 是保本的低风险的收益比较稳定 但是收率是不高的 因为这样的年金险底层的投资标的 主要是债券 债券的收益下滑 所以造成这些传统型的年金险的收益都不高 如果它的收益不高呢 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本金来达到退休时想要的目标 那如果想要提高收益率怎么办呢 那一定是让自己承担更多的风险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如果底层的投资标的是基金或者基金组合是不测的选择 因为长期来看能获得收益更高 但是这样的投资缺点是它不保本 也就是说要冒着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 这样一来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 而且也违反了我说的退休规划的钱是不能亏的原则 传统的年金险的收益很低 不保本的投资基金的风险又高 那么有没有一种既能够保本又能够有不错的预期收益的产品呢 有的 这个就是保本的投资型的退休年金计划 它的特点是投资在风险相对高一点 收益又高一点的基金和债券的组合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无风险的退休的计划 公积金计划 叠加上一个商业的退休年金的计划 这个计划要比公积金的收益更好为好 有了基本的公积金收入 加上62到72岁之间的SRS的收入 再叠加一个商业退休年金计划 这样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完美和充裕的黄金年华了 讲到这几个计划能不能做到呢 退休规划年金规划 事到临头的事情肯定是来不及的 一定要提早规划 越早它就越容易 最后一个问题 外国人可不可以在新加坡做退休年金计划呢 当然是当然可以 新加坡是一个财富管理中心 是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 在这里和其他地区相比 产品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除了公积金只能是新加坡公民和P2 SRS计划是公民P2和EP都可以做的之外 商业的退休年金计划 外国人都可以在新加坡参与或配置的 而且有些保险公司还提供了远程签单的服务 人不必来新加坡就可以远程做好 为客户提供了方便 要了解新加坡的退休年金规划 请朋友随时联系我 微信号谭心横杠2 WhatsApp9656-0014 请大家随时私信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